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呢 想要來分享一個故事 算是一個續集吧 因為呢 我這個頻道大概是兩年多前創立 但是想要分享我在菲律賓的故事 然後那時候就有上傳了第一集 就是我在菲律賓找房子的乾苦談 其實我整個故事都已經講完了 那是我剛到菲律賓的第一個禮拜發生的事 就是一開始去要找房子啊 遇到的一個故事 然後我就有把它錄成一個影片 原本是想要把它剪完 但是因為那陣子真的是工作太忙了 我那時候每天都忙到凌晨 下班也沒有時間去剪片 可能自己也是有惰性啦 沒有那麼積極的更新 但是試過一兩年之後 發現那支影片其實還蠻多人看 也蠻多人有問題的 於是呢 我就想說 然後也有人問說那下集在哪 好啦 其實就是因為我懶惰 所以我就沒有下集剪出來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那時候還是用那個 iMovie剪 然後不太熟悉 那支影片要剪好久 現在呢 熟練了 然後也用了比較好用的軟體 也有時間 今天呢 就來把下集 就是我整個在菲律賓那段時間 找房子的一個經過 分享給大家 好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吧 幫我溝通那個人 他就是很很生氣的樣子 說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 他說要7月1號以後才能搬進來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6月27吧 我說蛤 6月26還6月27有一點忘 他說蛤 那我不租了 然後我就很生氣 因為我就覺得你已經這麼貴 然後又騙我 因為原本是說當天就可以入住 我就說那我不租了 然後我就走掉了 然後 因為我就很難過 因為我還帶著眼淚 然後後來那個就是 公司的後勤就追上來 就說你要去哪裡 然後我就說我要回我的房間 然後他就說 好 你別難過 他說你別擔心 他說那這邊公司再幫你就是 申請再幫你住 讓你再多住兩天 就住在這裡 他說再讓你多住兩天 你不要擔心 然後你再慢慢找房子 別擠什麼的 我就說好 謝謝你 我再繼續找 前情回顧 反正上一集呢 就是因為我找到了一個 算是蠻貴的房子 但是不得已的情況下 那時候原本已經要簽約了 房東有搞烏龍 反正搞烏龍這件事 在菲律賓非常的常發生 你就是一開始可能會不習慣 久了之後你就會覺得說 唉這就是菲律賓 style 就是你要接受他們 民族的天氣跟習慣吧 反正就是因為搞了一個烏龍 所以變成說我當時就沒有租了那個房子 就是因為當時那一段時間的房價大概是3.5萬 3萬到3.5萬 但是大概就是3.5萬中間 好一點的可能到4萬 但其實我說實在的 我找的那一間也沒有到很好 也沒有到非常好 只是因為那時候就是有點 沒有時間了很緊迫的情況下 所以我差點就要租了那一間 但是後來因為房東搞烏龍啊什麼的 所以就後來就沒有租那間 我就又回到了那個日租套房 回去日租套房呢過了幾天 應該是過了一兩天吧 公司的人就傳訊息給我說 他們有找到一間 而且是因為我那時候有說過 我的要求是我要窗戶是面向泳池 我再跟大家檢視一次 面向泳池跟面向馬路的差別 菲律賓的那個房子呢 它是一個四方形的 它就會有兩面 一面就是裡面面向泳池 它中間是一個泳池 另外一面呢是外面 外面就是面向馬路 那我那時候很堅決 就是想要找面向泳池的房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面向馬路會很吵 的隔音也沒有做到非常好 所以馬路生啊 在蓋房子的新的建案 施工又是24小時的 不是說可能只有早上幾點到晚上幾點 所以非常的吵 就是睡眠很不好的人 我想要面向泳池的就會安靜一點 所以那時候過幾天呢 公司的人就跟我說 欸有一個新的房子喔 然後它是面向泳池的 那時候已經到了一個 就是你已經覺得 喔有就好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也不會再去問說什麼 有沒有洗衣機什麼什麼的 就是都完全不想問這些問題 就只要說好你只要有 然後就是我可以有地方住 不要再這樣子漂泊就行了 因為我工作還在上手 就是我工作算是一個很不穩定的時期 回家還要就是提醒叫打 就是喔我明天有沒有地方住啊 什麼就很這樣 而且到甚至那時候 我連我洗衣箱都還沒有完全的打開 再攤開然後拿換洗的衣服 一些東西出來而已 就覺得好不安定 就是我已經都來了快一個禮拜了 然後還這麼不穩定的那種感覺 然後講有我就說好 那我就是稍微看一下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到了那一天 我們就是去看了那個房子 然後呢到了現場發現 它不是面向泳池的 面向馬路的 有點傻意 可是後來又覺得說 算了就是不要這麼挑剔 因為我那一間好像還蠻高隆層的 我就想說 反正那麼高也不太會聽得到那麼明顯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吧 那既然就是有房子 然後又沒有到很貴 就是那時候三萬五已經算是便宜的了 結果 沒有空調 就是測試一些家電的時候呢 它的冷氣是壞掉的 就是沒辦法 然後就又聯絡又打電話 然後又懂問喜問 然後就變成說 讓我再去臨時住一間另外的房間 就是可能那個房東有很多套房子吧 就叫我去住另外一間 然後等這個冷氣 可能他要修兩三天修好 再讓我賣過去 類似這樣吧 我能怎麼樣呢 我只能說好啊 我又得零食的 就是從那日珠套房換到另外一間 是用零食給我待在那裡的房子 這就是故事的高潮 房東零食讓我住的房子 他其實非常恐怖 他是在一個最邊間 而且我打開進去我嚇一跳耶 因為他超大間 我相信這樣還是騎雞皮疙瘩 好恐怖喔 進那個房子我就開始心裡有點害怕 其實我是不會怕一個人住的人 可是那個房子真的太大 因為通常那邊的房型 我知道都是一房一廳 就是你進去就是一個可能小客廳 然後就房間 然後有一個小廚房 可是那個房間進去是 左邊有一個門 就是有一個房間 然後右邊有兩個房間 然後中間有個大客廳跟大廚房 我應該沒有拍照 如果我找得到再放上來 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房間也太大了吧 然後他跟我講 我的房間是進去的 右手邊第一間 其他兩間都是鎖起來的 所以他就是很明顯 他那間就是留給我 然後呢 我去了那間 那個房間的 嗯 就是擺設 就是非常古老的那種裝潢 然後床單 備單的顏色 就是那種阿嬤家 會有那種很大花 然後很深色的那種 我就覺得說 當下我是覺得有點恐怖啦 但後來就想說 算了 就是睡兩三天而已 應該還好 補充一個 就是我說我們住的那個公寓酒 酒店呢 他是一個長房型的建築 所以他其實是有 AB兩棟在這邊 CD兩棟在這邊 本呢 暫時租的房間 他可能是在AB棟 是房東說沒有冷氣 那間也是在AB棟 臨時要給我住的那個是在CD棟 然後我就有點懶 我就不想要從AB棟 把我所有的家當搬到CD棟 等那個冷氣修好 我再從CD棟把我所有的家當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量三個行李相關 然後再從CD棟搬到AB棟 然後我就覺得太難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兩三天而已 我就是只帶了一個小的行李箱 然後 就是一些換洗衣物 然後剩下大的 就放在我原本那個 等他修冷氣的房間 所以我那時候就只拖了 那個小的行李箱過去 好這是前傾提要 反正呢 有方式做我就去上班了嘛 然後上班的那一天 我記得我非常非常清楚 那天是7月1號 剛搬過去住的第一碗 第二碗就是前一兩碗了 住的地方的大樓的外面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莫名的 我那天穿的是平底鞋 我就是走路走一走 突然頭蓋 整個膝蓋就毀容 我把照片放在這邊 如果我不敢看的人 就快轉五秒 就是真的我就是走平平路 我也沒跑步 我也沒幹嘛 我就走一走突然感覺被東西絆倒 走路 然後我就感覺被絆倒 我就摔倒 然後腳就超級严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就是蠻殘酷 就覺得腳好痛 然後我就一擺一擺的 走到那個拉筆 然後想要掀起庫管 看一下自己的傷口怎麼樣 就整個都是鞋一直帶低鞋 然後連拉筆的地方都是帶低鞋 然後拉筆的警衛就 WOW WHAT'S WRONG 然後他們還帶我 就是他們很好笑 他們就說 他們要帶我去清洗山口什麼的 我就以為他要帶我去 用什麼醫藥箱 沒有 他帶我去那個 游泳池旁邊的那種 洗 就是洗身體的地方 開那個水叫我洗 我就說 你要我用這個洗 我想說我等一下山口被爛掉什麼的 但我還是意思意思的衝下來 因為畢竟我的血一直滴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稍微的把我包紮一下吧 我有點忘了 這就是我要講很慘的時候了 因為呢 我說我臨時住的那間在CD洞 就是我現在先統稱那間為鬼屋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是我搬進去那間就變超衰 然後我覺得那個房間真的很恐怖 反正我搬到那個CD洞之後 我不是說我原本的行李都在那嗎 可是因為我受傷了 我必須要去拿一些什麼 食鹽水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好像 那時候我記得 我還要就是跟同事 我還在那個公司的line群組說 欸請問 有沒有人有食鹽水可以借我 因為我跌倒了 我需要清理一下我的傷口 然後同事還很好心的 就是跟我講說他有 然後我還一擺一擺的 又走回AB洞 然後去跟同事拿東西 然後再一擺一擺的走回CD洞 然後就這樣 我就覺得 天啊實在是太恐怖了 那個房間呢 他原本可能說住的是兩三天 也不止兩三天 也不止兩三天 就是我可能住了五六天以上吧 菲兵人獎的話 就是你提姓一拜就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處於一個身心很崩潰的階段 因為我那時候每天都來加班 然後又受傷 就腳很痛 所以後來我就求助於主管 我就說 我覺得就是希望公司可以盡快幫我處理這件事 反正這件事就是後來呢 就是講完的隔天 馬上喔 上班上到一半 然後就後期就說 有房子了 你可以搬過去住了 然後我就說 這麼快 然後去住的房子 也不是他原本說 冷氣修好就好的那個房子 就是又是另外一間 那就比較OK了 就是好 就是我真的可以把我心裡上的東西拿出來 然後我就真的 正式的有房間住了 鬼屋的故事我還有一個要補充的 就是搬進我正式要住的那個房子的時候 我要把我心裡箱打開 因為其中有一個心裡箱都是裝吃的 然後正式入住之前我都還沒有打開過 我就想說暫時還用不到 但是我非常記得那個心裡箱 是我出發前我媽給我一個新的心裡箱 所以那個密碼呢 我也記得非常清楚就是我的生日 我絕對沒有記錯 但是呢 恐怖的事情來了 等我搬到正式的房子 我要把那個心裡箱打開的時候 發現我怎麼樣都打不開 就是我想盡辦法 我就想說我正的輸入 反的輸入原始密碼000也都試過了 就是打不開耶 我就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因為那個心裡箱是那種 就是轉數字的那種 然後又是拉鍊的 我就上網查破解的方法 還真的給我找到了 他就是有一個影片就是說 你拿著手電筒照 然後可以看到什麼什麼滾輪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你就可以知道你心裡箱原本射的密碼是什麼 我就用這個方法我就射了 我跟你講那個心裡箱的密碼被改了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不小心這樣撞撞撞改到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是真的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我覺得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那個心裡箱的密碼被改成 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數字好恐怖 我就覺得說 我現在整個大起雞皮疙瘩 大家也看得到嗎 譬如說天啊 就是搬進那個莫名其妙的鬼屋 我就遇到一連串莫名其妙的事耶 整個搬到那個房子之後 我同事他們還很好 很好吃 就說你要不要就是大家去你房間 幫你就是 什麼就是臭臭陽氣啊什麼的 我就說 應該沒事啊 如果有事我再請大家來 大概是這樣 那時候同事超可愛的 坎坷的故事還沒結束 我搬進去應該不到三個月吧 我又被迫搬家了 這個故事呢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我說我上班是一點嘛 所以我有時候早上呢 會出門買去超市買東西 或者是去夢逛一下 今天早上就一直有人來敲門 可是因為我們那裡有一個 我們那邊有一個說法是說 如果說不是警衛的那個 就是因為有那個貓眼可以看嗎 如果門外的人不是警衛 你不要亂開門 因為他們有可能是 會 可能要偷東西還是怎麼樣 就是通常如果不是警衛的話 你可以不要開門 所以他一直敲門的時候 我就有看了一下 到底是誰 門口這樣看好像是一個男生 然後我想說算了 我還是不要開門 因為我有一個人住 我想說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他大可以打電話 或者是什麼 然後沒有他就是這樣一直敲門 如果說有房東或中介有什麼事的話 大部分都是跟我們後勤聯絡 不會直接來找我們 一直有人敲門的時候 我就是完全沒有理他 那天我剛好早上出去回來了 就發現我門口外面有兩個人 一男一女 我就想說 怎麼在我家外面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怎麼了嗎 然後他們就說 你是住在這裡的人嗎 就是用英文說嘛 那簡單的英文我還可以 我就說 對我是住在這裡的人 怎麼 他就說 他就講了很 一個很專業的名詞 然後叫做什麼 SPA 然後我原來想說 為什麼要一直跟我講 SPA SPA 為什麼呢 我就想說SPA是什麼 結果後來我上網查 才知道SPA 好像他是一個 很專業的名詞 就是什麼 就是有點像是 仲介的這種角色 他說這個房子呢 呃的 屋主 把他 把這間房子賣掉了 他是這樣跟我講 他說這個房子的屋主 把這個房子賣掉了 但是呢 他沒有跟仲介講 所以呢 現在可能就是 他可能下個禮拜 還是過幾天 這個房子 就要給新的屋主了 就要我馬上搬走 我就說 天哪 又要我搬走 可是我說我是有簽約的欸 他說對 可是因為這些事情 都是仲介處理 屋主呢 長期不在菲律賓 他是外國人 就是後來 反正那件事 我就是丟給公司的人處理 因為我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處理這些事 結論呢 就是我當天下班回家 就是馬上把東西打包 搬去另外一間 你把房子賣掉 要我搬走就搬走 你也沒有給我任何補償 或者是什麼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 這就是菲律賓風格 我同時他們講說 應該沒有其他人 像我一樣 那麼短時間內 就換過那麼多房子的吧 他說沒有 你是第一個 那我來算一下 我這樣那麼短時間 有到看過幾間房子 第一個就是日租的嘛 第二個就是 那個四萬塊騙人的房東嘛 第三個就是 冷氣壞掉那間 第四個呢 是鬼屋 然後第五個呢 是被賣掉的房子 第六個呢 就是我最後最後住最長時間的那個房子 三個月內 我擺看六個房子 覺得非常的辛苦 這大概就是我菲律賓 最精彩的一個故事了嗎 我想想 算蠻精彩的 因為就是真的很波折 最難的點是因為 我人生地不熟 然後呢 我那時候又 剛好處於一個 工作剛開始的階段 所以我有很多事情 是我還在熟悉當中 然後又要把 然後房子的事情 沒有一個處理好 就讓我一直 很不定 你知道嗎 大概就是這樣 唉 但是Fairing租房真的是 有非常多的 M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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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有很多的 事情必須注意 可是 我必須老實說 就算你注意了這些事情 還是會出其不意的 發生了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 大樓會有很多規定 例如說你 任何的 拿任何的東西 你都需要一個 Gate Pass 然後或者是說 你行李出入 這是一定要的 然後 因為很複雜的是 你租了這個房子 房東部一定會幫你 辦理一些東西 就是那邊的房東 中間很容易消失 超容易消失 你可能打一百通電話 等他都找不到 然後呢 等到房租快到期 要收房 要收錢的時候 他又會出現 在Fairing租房子 要嘛 就是一次租好 沒租好呢 就是會後患無窮 就是你會有很多很多 你會覺得很痛苦的事 今天呢就是把我 菲律賓早房 甘苦談的下半集 再重新跟大家update一下 因為好像還蠻多人 覺得這個故事很有趣的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的話可以就是訂閱我 如果還是有什麼想看的主題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唷 掰掰 掰掰